你知道人一直用铅笔写字能写出多少个字来吗 别看铅笔长着一副不值钱的样子 实际上一根铅笔能写出来几万字 只是大多数人都坚持不到用完 用过铅笔的人都知道 它是由铅笔星和外面的木头组成的 小时候上数学课遇到听不懂的题目 就开始咬铅笔头留下一笔头的牙齿印 当时我就在想 这铅笔星到底是怎么塞进木头里的呢 今天这期视频就跟着探索君一起看看 铅笔的秘密 想要了解更多科普内容 欢迎点赞留言加关注 一只完美的铅笔被制作出来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石墨 粘土木材以及胶水 条件好点的 还能加上一个橡皮和金属凹凿的壳子 忙碌了两个小时的探索君 终于开始放正片了 稍等一下 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呢 铅笔里面怎么没有铅 你没看错 铅笔这个名字就是个乌龙 人家丝袜奶茶里没有丝袜 老婆饼里也没有老婆 中世纪化学刚发展起来的时候 人们误以为石墨是铅的一种 用石墨做成铅笔星后 就给它取名为铅笔 并在多种语言中流传 直到后来科学进步 人们才发现石墨欺骗了自己 它跟铅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只能说是长得有几分相似罢了 与其纠结大家叫石墨笔 还不如将错就错 继续叫人家铅笔 这就像我告诉你 我叫探索君 你非得叫我二狗子 那我也没办法 说完铅笔来源的乌龙石 继续看制作过程 除了石墨外 还得加进去一点粘土和水 混合搅拌 再把液体挤进机器里 最后一长条的笔星 就会从机器的嘴里吐出来 这样做可以让笔星的可塑性 和粘结性更强 制作完后拿取量杆 进行均等分配的切割 最后烘烤成型 放进热油或者石蜡里面 保证铅笔星的光滑 而且防水 一只完美的铅笔 光有笔星可是不行的 那还得有什么呢 你用牙齿削过铅笔吗 探索金小时候 没钱买全笔刀 都是直接上牙齿咬的 幸好这铅笔外面的木材没毒 这一口咬一块下去 一嘴巴黑还不说 牙齿也生硬的疼 木材找好之后 就会运到工厂进行切割 切成厚度0.5厘米的木块 正好是一根铅笔的一半 接下来你千万不要眨眼 木材们排着队 进入了巨大的切割齿轮 框框两下就成了 中间留下凹槽的小木板子 本事同根深 何必分两批呢 切好的木材会被分为两批 一批已经迫不及待 想和铅笔头碰头相亲了 而另外一批还得继续打工 被胶水粘在凹槽里面 幸好这上胶水的机器讲究效率 一小会儿就来到了下一个流水线 和笔星看对眼的凹槽木板 也要接受胶水的洗礼 和另一半凹槽木板 紧紧的粘合在一起 从此以后 就要过上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为了预防笔星反悔 不想和带个孩子的凹槽木板在一起 工人会拿上一个几吨重的机器 狠狠地压在铅笔身上一个小时 直到缝隙处的胶水干透 一支完美的铅笔就出现模型 所以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 铅笔内根本就不是塞进去的 而是被压制而成 为了满足人体工学设计需求 说白了 就是握笔的人写字更舒服 铅笔还得被切割成六边形 当然工厂也是有小丝心的 六边形能更好的节省原材料 还能防止铅笔在桌上滚动 枕装待发准备离开工厂前 铅笔还得接受最后的洗礼 被各大厂商贴上自己的标签 虽然铅笔是一个工厂出来的 有时候就是因为商标不一样 价值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问题来了 木质铅笔这么浪费资源 为什么不找一个可替代的东西 做铅笔呢 为什么铅笔还没被淘汰 自动铅笔不是更节省木头吗 以前没有自动铅笔的时候 大家写作业用的都是木质铅笔 防止小孩子被铅笔刀刮伤 节省大家削铅笔的时间 方便安全的自动铅笔 慢慢取代了木头铅笔 可时间已久 洋装的很好的自动铅笔 一些小毛病全部暴露出来 一 分散小孩注意力 小孩上课走神的时候 就爱玩自己的铅笔 有些质量不行的叨咕两下 就把里面的小零件给整出来 有些好奇心重的孩子 可能会一不小心 把小零件送进随里给吃了 自动铅笔上下按的时候 很容易发出咔哒的声音 注意力不够集中的小孩 很容易被影响 二 笔心太细 自动铅笔用力写几个字就断心 甚至还会卡在笔筒里 而且啊 铅笔心太细 会让自动铅笔写出来的字 不够美观 虽然木质铅笔有点费木材 但木质铅笔 只要不使蛮镜 是怎么都弄不断 另外 木质铅笔无法被淘汰的重要因素 就是它能完成素描 工程制图的难度高 要求多的工作 三 售价太高 对于小孩子来说 一只卖到五六块的铅笔 确实有点贵了 特别是农村的孩子 另外还得买一盒替换的笔心 而一只木质铅笔 五毛就能拿下 一学期下来也用不了几只 就是得麻烦家长多学学笔 所以木质铅笔和自动铅笔 各有各的好处 说淘汰掉谁是不可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视频请看主页 对此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交流